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发现科学专题 就要带您看看 2022年9月26号 NASA太阿博太空望远镜 拍摄到小行星被重达545公斤的 人造卫星撞击的一系列照片 在撞击发生之后 大约18天拍摄相隔数小时的影像 尽管这个双小行星系统 不会对地球构成任何威胁 但是这个任务的数据 将会有助于科学家 了解在必要的时候 如何去改变小行星的运行轨道 美国太空总署NASA 在2022年9月26日 首次进行双小行星改道测试 利用太空探测器 撞向双身型的卫星 最近天文学家将哈勃望远镜 在碰撞的前一个小时 到2022年10月8日的这段时间 所拍摄的影像拼接在一起后 发现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角度 刚好完美地捕捉到小行星 碰撞前后的变化 就是两颗小行星彼此互绕 那我们派出这个探测器 就是打这个计划 去撞击小颗的那一颗 就是它的半星 撞击之后 我们要想要知道说 在这样撞击的情况之下 它的轨道到底会偏离多少 然后实际上会造成什么影响 比较小的这个小行星 它在受到这个 人造卫星的撞击之后 它就喷出这些残骸 它不是被撞碎掉 它是说有局部的区域受到撞击 所以这些区域 它就有喷出大量的碎片 NASA所发射的这个太空探测器 重量约545公斤 以每小时2921公里的速度 撞向卫星 成功11颗小行星发生偏转 透过哈勃拍摄到的画面显示 当两者碰撞时 小行星同时也喷出 超过1000顿的灰尘 和岩石碎片到太空当中 在碎片一开始的时候 它会受到这两个小行星 它的重力的影响 所以它一开始喷出来的时候 这个喷出来的样子是会旋转 有点奇怪的形状 但是等到它比较远离的时候 它就没有受到这个 小行星本身的重力影响 那就只有太阳 太阳风的影响 所以它这些尘埃就会 有点像彗星一样 因为它是被撞击之后 留下一些小碎片 在它的轨道上 然后太阳照射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 类似像尘埃为这样的结构 这次的撞击任务 科学家也算出被撞的小行星 轨道周期有了改变 缩短了约33分钟左右 这样的撞击大概会改变 10分钟左右 因为它原始 它们互绕的轨道是 11个小时55分 所以当初预期是希望改变 10分钟 那结果呢 目前看到的结果 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 目前我们看到这样的数据 去推说万一将来 有一颗小行星接近我们 有可能撞击上来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发射出一个 多大的一个探测器 然后要以多少的速度 去改变它的方向 然后才能够避免它撞伤我们 虽然目前还没有已知的小行星 会对地球构成威胁 但藉由这次的实验证明 这样的撞击技术 的确能保护地球 免受太空陨石的干扰 NASA科学家也说 这不仅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也增加我们对小行星的基本了解 更为人类如何改变 轨道运行的技术 垫顶基础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